飞机晚点了却长时间得不到起飞的任何信息 手机里收到了一大堆垃圾短信却不知道向哪投诉 这些情况可能从今天起会有所变化 就在两个小时前 经营航空通讯等业务的14家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中央企业 联合发出了优质服务年的倡议 国航南航和东航今天表示 当航班延误的时候 每30分钟要向旅客通报一次航班动态信息 对于购买国内正常全价票的旅客 无论何种原因发生物机 国航南航都保证客票不作费 并将根据旅客的需要免费改签后续航班 南航还承诺航班起飞之前退票免收退票费 而此前航空公司都要收取一定的退票费 继中国移动在年初对社会公布了八项承诺之后 中国联通今天也表示 特别对消费者投诉比较多的垃圾短信问题 将在今年彻底清理各类低资费短信套餐 实施主教号码健全 从源头上防止违规群发垃圾短信 从今年的3月1号起 联通将免费向用户发送上个月信息服务业务的费用总额 退订和清单查询 以及点拨类移动信息服务的资费提醒 此外 中国铁通中国网通等电信企业也同时表示 在今年年底全面实现为用户提供适化详单的查询服务 电网旅游等企业也针对社会关心的一些问题做出了相应的承诺 春运今天进入第四天 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上海到成都重庆的客流急剧增长 昨天呢 我们的新闻就报道了上海火车站车票紧张的消息 为了缓解客流压力 铁道部出台多项措施确保农民工返向 从上海至四川方向铁路 每天的客运能力只有6000人 但上海地区的四川级务工人员约有70万人左右 远远超出铁路运输能力 为此铁道部紧急调集林克车底 从今天开始将加开四趟从上海至重庆北的林克 目前林克车票已经开始发售 为了确保农民工顺利返乡 春运开始以来 北京站和北京西站设置了15个农民工团体票砖口 广铁集团为农民工办理团体票65万张 开行了11列农民工返乡专列 此外根据农民工旅客行李多行动不便的特点 铁路部门专门开辟农民工近站专用通道 上海铁路局还设立了返乡务工人员专用后车室 根据农民工的消费能力 提供卫生安全质优价廉的饮食供应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天上午发布 北京上海西安等十大城市2006年第四季度 岗位供求排行榜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经过对劳动力市场信心网的监测显示 北京济南南京成都对推销展销人员的需求较大 北京上海重庆西安对餐厅服务人员需求较大 南京南宁对治安保卫人员需求较大 上海天津重庆济南对机械冷加工人员需求较大 其中上海对机械冷加工人员需求最为旺盛 但平均每25个岗位中却只有一个求职者 在这些城市中 营业人员公路运输机械设备操作人员 行政事务人员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等职业的用人需求 普遍相对较小 商务部近日中裁决定对原产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 征收反倾销税 经过深入调查 商务部中裁认定原产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存在倾销 并由此对中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 决定自2007年2月6号起 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欧盟的马铃薯淀粉时 应依据最终裁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倾销幅度 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应的反倾销税 这是商务部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的第一起 涉农产品反倾销案 这项反倾销措施不仅维护了国内相关产业发展 也将使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贫困地区 300万农户增加收入 口红和唇膏是人们很常用的化妆品 但国家质检部门日前在对唇膏口红产品质量 进行专项监督抽查的时候 在广东产的两个品牌中首次检出了苏丹红 国家质检部门在广东汕头横方化妆品公司生产的 五种保湿防水唇膏产品中 检出了苏丹红1号、2号和4号 在汕头市、施路兰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草莓香、幻彩、润唇哲理产品中 检出了苏丹红4号 这是国家质检部门首次对唇膏口红产品中的 苏丹红成分进行检验 抽查涉及广东、江苏、上海等化妆品主产区 54家生产企业的102种产品 基本涵盖了国内市场的所有唇膏产品 平均抽样合格率为94% 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 好,再会 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个时段的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号在卢萨卡同赞比亚总统 穆尔纳瓦萨 共同出席了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接牌仪式 并且发表了这样讲话 胡锦涛强调 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是中国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经济贸易合作区 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的具体体现 是中非经贸合作迈向新水平的一个标志 当地时间15点20分 胡锦涛在赞比亚总统穆尔纳瓦萨 陪同下来到会议中心 当两国元首步入会议大厅时 拳笛起立 掌声雷动 欢声四起 在热烈的掌声中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他首先对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正式接牌表示热烈祝贺 胡锦涛指出 长期以来 中国本着真诚友好 平等互利 团结合作 共同发展的原则 积极同非洲国家开展各领域合作 为中非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坦赞铁路 就是中非人民兄弟情深 无私相助的有力见证 中非友好合作 堪称当今男男合作的典范 胡锦涛指出 赞比亚是南部非洲的重要国家 也是南部非洲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中国和赞比亚虽然相距遥远 但两国人民的友谊远远流长 深入人心 当前赞比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投资环境日趋完善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 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到合作区投资新业 为赞比亚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 做出贡献 拥有了价值数万元的房屋资产 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福顺市刘山小学四年级学生李亚南 参加新社区历春联欢的节目 是朗读作文 题目是昔日灰姑娘如今小公主 说的就是她亲身经历的棚户区改造 我的童年是在棚户区度过的 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冬天满屋子的烟味 夏天处处漏雨 813大水的时候 洪水都淹到炕上了 自称是灰姑娘的小雅南 在2006年11月搬进了新楼房 新加55平方米 其中21平方米是用原有的平房面积 直接换来的 其余的34平方米 每平方米600元 这个价钱只有新房建筑成本的一半 算下来55平方米的新居 小雅南一家只花了不到2万块钱 而在整个府顺 棚户区改造总投资27个亿 政府投入22亿 17万回钱居民 人均一万三千块 回钱居民个人投资 人均不到三千块 怎么说呢 两脚混泡了吧 我们原来那个地方呢 没有商业开口价值 要不是政府套钱改 搞那个房改 我这个楼房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住上 就是要那生活在棚户区的居民 都能够住上楼房 一个也不能少 爸爸为我布置了温馨的小书房 爸爸说现在没了后顾之忧 他要多挣些钱 以后跟我上大学 听说社区的创业市场开业了 下早很久的妈妈很动心 这就是让雅南妈妈动心的创业市场 条件困难的八种回钱居民 可以免费拿到摊位 免交各种税费 市场旁边就是连片的回钱社区 等开春了住户都搬进来不愁没生意 棚户区改造 不但要让群众安居 还要帮他们乐业 家住合肥市和平路街道的人们 打破邻里间交流的尖兵 用守望来代替隔着门的官网 把社区变成了大家庭 家家户户把自家的书贡献一部分出来 和小区里的邻居们换着看 合肥市和平路街道当图社区 每周末都要举办一次这样的爱心图书交换日 魏华和文培林就是在图书交换中认识的 两个人渐渐成了朋友 在文培林的帮助下 下了岗的魏华开始帮别人织毛衣 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2006年4月 和平路街道开始推广邻里守望制度 通过图书交换日邻居节 鼓励居民之间开家门握邻手 互帮助解邻忧 每家每户都领到了一张邻里守望卡 正面是社区的服务电话 背面则是楼道邻居们的姓名电话特长 以及是否愿意从事志愿服务 以前修电脑总是等了很多时间 现在好了 由于这张卡来 我才知道楼上那个小杜哥哥 一下来就马上那把就修好了 在邻里守望卡上留个电话 留下了邻里间沟通的渠道 也留下了相互帮忙的一份心意 和平路街道有四个社区 好几万人比邻而居 现在谁家的家门忘了锁 谁家的孩子需要照看 谁家的老人身体不适 都有邻居给照应照应 推进这个邻里关系的和谐呢 是我们公共服务和管理的重要内容 通过搭建 就是社区居民 这样一个互相沟通 互帮互助的平台 使更多的居民主动的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里来 现在在我们这个所有小区里面 小事找邻居 大事找社区 已经形成习惯 天津 社区孤寡老人组成互助家庭 福州 老人获得社区和谐家庭证书 杭州 居民参加社区趣味比赛 十多年来 他翻山越岭 走家窜户 护卫着方圆百里山区百姓的平安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 为您介绍加木斯市公安局 郊区分局四丰派出所民警 王江 前几天 加木斯市四丰镇 团结村小卖店店主赵立民 与邻居发生了债务纠纷 接到报警电话后 刚动完肝硬化手术不久的王江 不顾天冷路滑 步行赶到十多里外的团结村 凭着多年的基层警务工作经验 和在群众中的微信 很快化解了矛盾 1994年 王江从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派出所 调到偏远的松木河派出所工作 每当辖区内发生打架斗殴 邻里纠纷 王江都是第一时间赶去处理 渐渐的 有事找王江 在乡亲们中广为传说 老百姓拥戴王江 王江也深爱着乡亲们 2004年 松木河派出所 并入临近的四丰派出所 换上肝硬化的王江 本可以申请回到城里 上级领导也考虑他一年过半百 准备给他换个工作条件好的岗位 但王江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 主动留下来 继续他山沟里的警务工作 老百姓真别那么大事 都得你认认认认认去办 渐渐的去办好 就是群众中没小事